11点多 而到民警问到他手机关机的原因时 曾中求竟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11点多在这我忙 11点多我就去纯拿下电 手机 纯拿下电因为手机当时关机了 没电了 我们当时非常不相信他说的这句话 因为第一个我们当时电话联系他的时候 他没有接我们电话 然后再次联系他的时候电话关机 然后最终联系他老婆的时候 后来他老婆也关机了 包括我们到他家实时抓捕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有人住 但是没有人在家 那么曾中求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呢 表象的背后是否还有引擎呢 有个反应 当时出事之后 这个车辆下来的三个人 下来三个人之后 就陆陆续续的都离开了现场 但是根据老百姓反应 但是三个人身上有酒味 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 存在一个酒后驾驶的武器 曾中求的种种说法和表现 都存在太多疑点 民警怀疑他很有可能是在撒谎 尤其当民警问起那个帮他开车朋友 吴香虎的下落时 他竟然表示毫不知情 出事之后 连曾中求本人也联系不上吴香虎 曾中求他们一直在找吴香虎这个司机 我们就对他的话非常不相信 慎重其见 民警开始扩大搜索范围 很快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在国道上就发现能够拍到车辆的阵列 包括里面的驾驶人 照片非常清晰 照片显示 在事故发生之前 驾驶肇事车辆的是一个长头发的年轻男子 曾中求证实 这个开车的就是他的朋友吴香虎 他们是在外面吃过了晚饭准备回家 之前大家都喝了酒